通向哲学的后楼梯 谢灵对绝对的钟爱 弗利德利西威廉谢灵 Skelling活了将近80岁 1854年8月20日死去时 他的朋友 巴伐利亚皇帝马克西米莲 命人在他的墓碑上刻了下面一行字 得意至第一位思想家 盖棺之论不可谓不高 但早在四年前 谢灵最凶恶的对手 哲学家阿尔图尔舒本华就断定 谢灵根本没有资格 进入人类思想家的行列 同代人对这位哲学家 就是如此的毁誉不一 人类思想家中 很少有过像谢灵这样有争议的人物 他受到狂热的崇拜 同样遭到恶毒的公结 受到人们的爱戴 同样道道人们的唾弃 舒本华认为 谢灵的学说是伪哲学随心所欲的湖州 厚颜无耻 自作聪明 虚张声势 许多同代人也一口同声的附和舒本华的腔调 表示了对谢灵的蔑视 哲学家路德维西费尔巴哈说 谢灵的哲学用心不良 是19世纪的卡克里斯托罗导演的一场迎神骗局 另一位对手甚至称谢灵哲学是在绝对的空虚中 上演的恶作闹剧 其他人的评论则完全是另外一种调子 著名的自然科学家阿利山大洪宝认为 谢灵是德意志祖国最有才华的人 普鲁士皇帝邀请他到柏林大学任教 称他为上帝选择和伟派的专门教育这个时代的哲学家 哥德赞扬说 谢灵的伟大天才 我们早就认识了 并且非常崇敬 谢灵的思想博大精深 同时又非常清晰明了 令人心旷神怡 这句话也是哥德讲的 如果说对手们将谢灵比作犹太和魔鬼 有点太过分的话 那崇拜者把他看作耶稣二世 也难免有点夸张 可以推测 像谢灵这样一个如此有争议的人物 其性格肯定也很复杂 远远不会像我们通常想象的那样 哲学家一般都很沉着冷静 甚至大致若愚 事实正是如此 谢灵是个充满矛盾的人物 他沉着机智 敢于蔑视当时所有的精神权威 这种胆量虽然常常爆发为对他的私敌 和反对他的学说的人的满腔仇恨的攻击 的论战之中 接二连三地抛出一份份所谓的思想纲领 对自己的成功充满信心 当时他才只有20岁 在给好友黑格尔的一封信中 谢灵写到了从各个方面推动同一事业的发展 最关键的问题是 年轻人应该联合起来 敢想敢干 冲破一切繁荣 胜券已经在握 自信自负 易于言表 谢灵最有影响的大弟子斯蒂芬斯说 人到中年的谢灵依然是一身胡胆 勇敢的 毫不畏惧的和那些旧世界的味道式战斗 谢灵的女友 及后来的谢灵夫人卡洛林非常了解谢灵这种敢作敢为 宁哲不弯的性格 她对谢灵的评价形象生动 一言重地 它是一块真正的非常原始的自然物 比作矿石的画 那是一块地道纯正的花钢岩 和这种强烈的渴望在外界发挥影响的性格相反 谢灵这人同样有一种寻求隐蔽的欲望 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一欲望愈来愈烈 特别是夫人的早逝 使她彻底地陷入了精神的寂寞之中 她现在自由了 我也和她一样 把我和这个世界连在一起的最后一根纽带已经被剪掉了 此后不久 36岁的谢灵说 我越来越希望从此销声匿迹 如果取决于我的话 那人们最好不要再提起我的名字 尽管我不会停止为我的坚真信仰而战斗 高速度地发表了一系列的哲学纲领之后 出现的是长时间的沉默 谢灵几乎不再登上讲坛 不再发表本来就不多的作品了 逝世的前几年 谢灵就写道 真是这样 年年日日 我只有在与世隔绝 沉浸在写作之中时 才能感到某种幸福 我的著作总结了我的一生 它们接近完成之时 我已经预感到了即将到来的永恒的安息 这种一面渴望冲向世界 另一面却急切地盼望回归内心的矛盾性格 同样决定了谢灵与朋友们的关系 在土灵根教会学校学习时 她和一帮朋友关系密切 特别是和黑格尔及赫尔德林 后来在耶拿和德勒斯顿 她和一些浪漫派诗人及作家们结为一体 其中有诗勒格尔兄弟 蒂和诺瓦利斯 他们一起对精神界出现的新气象 感到欢欣鼓舞 感情同样奔放不羁 无数证据说明 谢灵的讲话很有吸引力 斯蒂分思写道 谢灵讲课时明亮的两只大眼 放射出不可抗拒的精神威力 诗人波拉腾说 谢灵讲完后 有时会出现死一般的寂静 好像所有在座的人都屏住了呼吸似的 与这种热情开朗形成鲜明对比的 又是那种抑郁悲伤 喜欢寂寞的秉性 朋友们聚会时 她常常表现的行动笨拙 反应迟钝 不知所措 人家兴高采烈地争来争去 她却一声不吭地独坐一旁 诗人喜乐抱怨说 和谢灵只能完排 无法进行深入的交谈 更厉害的是 谢灵有时如此伤心 甚至萌发过自杀的念头 卡洛林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只好请哥德多多关照 另外对朋友的热情时而会转变为粗暴的拒绝 最令人寒心的便是她和黑格尔的关系 早年的同窗好友后来成了残酷无情的仇敌 最后谢灵完全与世隔绝了 一位同代人写道 也寄给我们的 是一位隐世的牧师似的说教 深刻透彻 富有哲理 但却与时代不符 不能引起共鸣 亦不能令人动心 所有这些不邪 所有这些生活经历中的波澜起伏 都是凡人谢灵为思想家谢灵付出的代价 因为她的思想正是来自于灵魂的不安与高度紧张 只有经历了生活的坎坷与事态的炎凉 她才能完成自己的哲学使命 才能成为研究那个无条件存在的思想家 为了探索绝对的秘密 谢灵不惜承受了生活的裂变与痛苦 从一开始 谢灵关心的就是何为绝对这个问题 起初 她继承了费希特的思想 她也要证明 人的自我才是哲学的最高原则 自我是唯一真实的存在 自我本身是完全自由的 就像费希特所说的那样 这种自我是绝对的自我 其他所有现实只不过是自我的想象罢了 但是 这一立场并不能完全满足谢灵的思想 她要进一步研究无条件的存在 人应该是哲学思辨的出发点 但恰恰在有限的自我之中 谢灵发现了某种不单纯属于人的 非有限的存在 她称这种存在为 位于我们自身之中的永恒 人在观察自身时 就可发现 自我之中 有个绝对的基础存在着 人有这样的能力 是因为 人除了其他的精神与灵魂方面的可能外 还有另外一种能力 谢灵称这种能力为理性直观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奇妙的 秘密的才能 我们可以摆脱时间的变化 回到自己内心的最深处 摒弃所有外来的东西 回归到赤裸裸的自我 这时我们可以根据某种东西 将永久不变的规律 看作位于我们自身之中的永恒 谢灵说通过这种理性直观人就会发现 他在观察自我时碰到的那个自我的基础 要比自我本身丰富得多 这个基础就是绝对 就是神明本身 因为它不只是的自我的基础 同时也是所有现实的基础 因此谁要想完成哲学的任务 要想从整体上理解现实 那他就必须将自己置身于现实的绝对深层的地位 谢灵要求 哲学应该放弃从有限出发解释现实 进而把自己提高到绝对的立场 进行哲学思考的人是凡夫俗子 但他同时又必须从上帝的立场出发观察世界 这就是年轻的谢灵给自己提出的确实非常伟大 艰巨的任务 谢灵这种对绝对的钟爱 代表了他所处的历史时代的精神潮流 这股潮流曾经握住当时所有敏锐的思想家 他的特点是 在精神的各个领域 普遍兴起了对无限的渴望与追求 人们普遍认为 所有现实均来自于一个唯一的永不枯竭的本源 正如谢灵所说的那样 无论在我们自身还是外部世界 除了神明之外 再没有任何现实的存在 这个起初发源于斯宾诺沙的古老思想 再次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当然 这个神明并不是基督教所宣扬的上帝 不是那个创造了世界 却又将世界视作陌生存在的上帝 这个神明是是在所有存在中 发挥作用的内部规律 从这个观点出发 首先是自然就会得到一种崭新的解释 费希特曾认为 自然与所有其他现实存在一样 只对人而言才有意义 自然界只是人类实现自己的道德义务的空间 这种看法无异于最终给自然判以死刑 与费希特相反 受戈德和赫尔德尔的启发 在年轻的一代诗人和哲学家中 爆发了一种崭新的对自然的崇拜 他们要从自然本身出发 理解自然 而不是从自然对人的价值出发 同时他们要解释 在自然中神明的创造力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谢林也是从这点出发观察自然的 她发展了一种自然哲学 与费希特蔑视自然的思想抗衡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这是年轻谢林做出的最伟大的贡献 她对自然哲学的理解当然与今天的不一样 她所关心的不是解释人们把握自然时的概念和方法 也不是总结概括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 谢林力图把自然解释为一个完整独立的有机体 在这个有机体中 所有的存在都是具有生命力的 死亡了的东西不过是消失了的生命 自然的这种内部活力 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贯穿了整个自然的对立与矛盾 譬如在无机范围内表现为磁力和电力的矛盾 在有机范围内表现为阴性和阳性的冲突 在整个自然界中表现为黑暗与光明的对立 通过这些对立 自然从一种物质状态转变为另一种 显示了一场伟大的富有活力的发展 自然哲学的末尾 谢林提出了一个问题 这种永不停息的发展最终将走向何处 回答是 向精神发展 因为最高级的自然产品是人的精神 从这个着眼点出发 自然又可回过头来被理解为发展着的精神 理解为本来的 还处于无意识状态的精神的诗篇 但另一方面 精神又超越了自然 并且由此将已在自然中萌芽的东西推向完善 因此 谢林眼中的自然包括了两个互相交错的阶段 自然的无意识阶段和精神的意识阶段 谢林发现 第一阶段中的发展规律同样适用于第二阶段 人的精神同样是在对立和即兴状态中实现的 进而在矛盾的斗争与和解中趋向成熟 解释这一点是精神哲学的任务 作为一种补充 精神哲学与自然哲学占有同等的地位 但自然和精神又同时被看成是一个统一的过程 自然以及精神的所有现象都是同一个伟大的有机体的各个环节 这个有机体的根子扎在自然的身骨之中 再从自然的身骨上升到精神的世界 对谢林来说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又是 必须用绝对的眼光观察自然和精神 目的是要说明在二者之外 占统治地位的是具有创造力的神明 这里首先是指自然而言 在所有的自然变化中 神明都在发挥作用 因此每个自然物体 棵树 一只动物 甚至一块矿石 它们并不单纯是外界的一个可供观察的物体 它们同时也是位于自身之内的神圣生命力的表现 自然是掩盖着的上帝 但是自然又不是上帝的真正表现 只有理性才是完美的上帝的副相 因此着眼于神明在所有现实中的存在 精神活动的范围以及精神发展的历史都是神圣伟大的 作为整体来看 历史就是绝对不断地逐步显现自身的历史 是一首大型史诗贯穿在自然和精神之中的 是上帝的自我实现 谢灵认为这一发展过程的终点是艺术 他的艺术哲学是这位思想家最独特 最富有创建性的贡献 观察艺术的出发点依然是神明的发展过程 由此来看 艺术便是一种必然的 从绝对之中直接产生的现象 甚至是唯一永恒的神明的显现 艺术及自然与精神为一体 在艺术之中 二者之间的界限消失了 因此 艺术超越了自然与精神 这两种神明的表现形式 艺术品是人的自由所创造出来的最崇高的产品 从这点来讲 艺术品也是精神范围内的最高级产物 由于艺术品同时又具有物质形式 和自然所具有的必然性有联系 所以通过艺术品 自然与精神 必然与自由得到了和解 神明在经历了自然与精神这两个阶段后 在艺术中再次获得统一 在哲学家看来 艺术是最高级的 因为艺术向哲学家显示了最神圣的存在 在自然和历史中被分开的 在艺术中获得了永久的原始的结合 如同一堆烈火在燃烧 如果把所有现实如此地看成是上帝的自我显现 那么就不可避免地应该提出上帝是什么这个问题 事实上 谢灵的思想正在不断地朝着这个方向深入 她在慢慢地寻找着绝对自身的秘密 起初她想把绝对理解为某个精神实体 即绝对自我 现在她看到了 神明不仅表现在精神范围 而且同时表现在自然范围之内 这样单纯把神明理解为某种主观的精神 显然是不够的 在现在这种情况下 谢灵必然把上帝看成超越了自然与精神 自我与非自我 主观与客观的某种存在 谢灵所说的上帝是完全冷漠的存在或绝对的统一 就是这个意思 上帝是一个统一的点 是所有矛盾与对立的共同起源 及共同目的 谢灵早年的好友黑格尔 当然对此不以为然 他讽刺说 谢灵那个漠然的绝对如同漫漫长夜 常言道 黑夜中所有的牛都是黑色的 事实上 这样一个将上帝与宇宙合一的概念 也是非常危险的 有限的存在很容易失去其独立性 如果所有的存在只有在他们的本质 位于同一个漫不关心的绝对之中 这个意义上才是真实的 那么事物之间的所有区别就会消失 事物本身最终将沦为单纯的表面现象 然而 我们亲身经历的事物却是现实的 甚至是如此的现实 以至于我们必须怀疑我们是否可以从上帝的角度出发 来引申于解释他们 就像谢灵自己强调的那样 自然中存在着偶然与反理性的东西 混乱在毫无秩序的繁殖蔓延 还有自然本身的自我毁灭 在生命范围内存在着数不清的丑恶欲望 好像神明统治着一个充满恐怖的世界 在人生中同样会出现与神圣精神格格不入的 毫无理性可言的追求 人生充满了丑恶与可怕 甚至自由这个人作为高级自然的最高贵的特征 也是产生于非理性之中 因为每个人的性格观建立在某个无法解释的黑暗的基础之上 更有甚者恰恰依赖自己的自由 人可以背叛自己的起源 大胆放肆地试图单纯随心所欲 为所欲为 因此世界历史的舞台便上演了一出出绝望所然的闹剧 使我不得不怀疑世界是否还有一个真正的目的 因而也不得不怀疑它是否还有一个真正的起因 概括起来 谢灵最后说 人类的命运本来就是悲惨的 观察现实 看到的只是存在的不幸 但是 谢灵并没有因此得出结论 认为这种值得怀疑的现实 根本不可能根源于上帝之中 相反 他现在的看法是 仍然应该一如既往 继续从上帝出发 解释现实中那些荒谬的现象 这样就必须修正一下迄今为止对上帝的解释 如果说那些和绝对相悖的现象同样来自上帝 那他们必然在上帝中占有一个独立的根子 给上帝补充上某种消极的东西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无损于上帝的统一性的前提下 必须把上帝看成是自相矛盾的 我们必须假设 神明本来就是分裂为两部分的 一部分是黑暗的根子 如同上帝中的自然 一部分是具有意识能力的神圣精神 上帝的发展就是从这两种原始的对立开始的 谢灵苦思冥想 大胆立论 试图穷究上帝是如何从自身出发 发展为自己的外部表现及世界的 继承了伟大的神秘学家阿格布波姆的思想 谢灵要证明 在上帝之中 黑暗的部分自由地脱离了与精神的联系 从本来不可分割的上帝统一王国里逃了出来 谢灵称这一过程是上帝的痛苦历程 上帝感觉到了自己的本质所带来的恐怖 但是正是这段痛苦的经历构成了上帝变为世界的开端 用我们的眼光来看 那个敢于冲破上帝王国的统一 试图完全依赖自己的欲望而存在的东西 就是我们看到的自然 然而 神明又努力摆脱这种自我异化 希望重新达到自身的统一 在这一回复过程中 其关键作用的是人 人是深不见底的深渊 同时又是不可仰视的苍穹 人可以运用自由 达到所有可能远离上帝的极限 但人同时是以精神 恰恰可以使用自己的自由 重新转向神圣 因此 人标志着从神明中分裂出来的那部分开始回归本源 因而也标志着欲望与精神在神明中开始重新和解 正因为如此 有限的世界又重新被纳入无限之中 回顾这一发展过程 谢灵说 宇宙以及宇宙历史的神圣用意不是别的 只是完全的和解 以便重新消失在绝对之中 从上帝的角度来看 这是一件无比伟大的事情 通过这个变化 上帝达到完全的自我意识 这个过程是彻底走向自我意识的过程 是上帝人生化的过程 生命的最后几十年 谢灵将自己完全买入在上帝与世界的秘密之中 他想不断地接近事物的真实面目 但同时又越来越急切地 恰恰想把事物的真实面目 理解为上帝的自我显现 理解为上帝行动的结果 而上帝的行动又是自由的 无法洞悉的 然而 他未能发表他那包罗万象 庞大杂论的手稿 他的话没有引起任何反响 将上帝看作世界的深层原因 思维完全陷入上帝之中 这就是谢灵的一生 他曾经说过 为了现身于对绝对的钟爱 哲学家付出的代价是很高的 只有放弃一切 同时差被一切所遗弃的人 只有那些对一切都漠然置之 只看到自己与充现生活在一起的人 才能真正找到自身的根源 才能有幸亏视生活的全部底蕴 这是伟大艰难的一步 柏拉图曾把这一步与死亡相比 步入这个门的人 请放弃一切希望吧 诗人淡丁在地狱门口看到的这句话 在另外的意义上 也可以写在哲学的入口处 谁要真正地进行哲学思考 就必须放弃一切希望 摆脱所有的追求 抛开所有的欲望 他不能祈求得到任何报酬 也不想了解任何别的事情 只能感到自己在孤独可怜地存在着 另了获得一切 必须首先放弃一切 这一步是沉重的 艰难的 何不入海洋 离开最后一条海岸时的那一步是一样的 章节已播完 感谢你收看 我是心灵之光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啊 让我们在下个视频里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订阅啊